第十四届中国航展特别节目 蓝天盛会 这里是位于珠海国际航展中心的 飞行表演区的现场 今天中国航展迎来了 首个公众开放日 从十一点多开始 多支飞行表演队将会如约相聚空天 带来精彩的表演 今天还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11月11日 恰逢人民空军成立73周年 73年人民空军从领起步到世界一流 从单一兵种作战到多兵机种体系对抗 已经脱胎换骨 成长为了维护祖国领空安全的战略力量 人民空军也将通过本届国际性国家级的航展 展示新成就 回应新期待 今天在中国航展的天空 人民空军将进行特别的表演 以这种特殊的方式祝贺自己的生日 本届航展空军有着豪华阵容助阵 20家族的杰出代表 歼20运20和空警500 轰6K等主战装备集中亮相 运游20 歼16首次奔飞中国航展 空军的新域新智作战力量 也有全新的展示 攻击2无人机首次登上了 本届航展的天空舞台 当然了 还有我们非常熟悉的 八一飞行表演队和红鹰飞行表演队 竟武长空 建设一流的空军 就要有一流的装备做支撑 本届航展重星云集 是空军最新战斗力的一次集中展示 今天是人民空军的73岁生日 还会有哪些精彩的表演呢 我们一起来共同期待 今天中国航展迎来了首个公众日 我们看到大量的军迷和航空飞行爱好者 齐聚这里 当航展邂逅空军的生日 会有哪些惊喜带给公众呢 我们马上来连线此时此刻 正在中国航展飞机停机屏上的 总台央视记者刘笑语 笑语你好 现在现场的情况怎么样 给我们带来今天最新的飞行的安排 笑语 黄峰你好 今天是11月11号 我们航展的首个公众日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场来了非常多的观众 今天也是我们空军成立73周年的纪念日 在今天 空军将以特殊的方式 特有的蓝天影 向现场的观众致敬 向人民空军献礼 今天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 将以空军旗的三种颜色为元素 进行拉烟表演 空军红鹰飞行表演队 将以八级大编队低空空场的方式 向空军致敬 今天 J20也会给我们带来更大的惊喜 那么此时此刻 我们所有的任务官兵 我们的飞行员 都已经在各自的党队上 进行着精心的准备 我现在也是站在了我们运游20飞机的停机屏上 一会儿运游20飞机也会给我们带来非常精彩的展示 那么我们今天也独家采访到了我们运游20飞机的飞行员金剑 金剑你好 笑语你好 我们都知道这次航展 是我们运游20飞机首次面向公众进行飞行展示 在所有的展示动作当中 有一个动作让我们感到尤为的震撼 就是我们运游20飞机 拖曳着三条加油管进行避空通场 这也是我们平时在空中加油时候的一个实战化的战斗动作 那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空中加油的难度在哪呢 我认为在执行加油任务过程当中 最难的一个环节就是加油对接 给大家举一个形象的例子吧 就好比是穿针引线 关键是针和线是在两个人手里 并且空中还有云层影响飞行员的目视观察 气流的扰动 它也有可能会导致加油软管的漂白等不利因素影响 这就非常考验我们加油机和受游机飞行员的操纵能力 以及配合的默契程度 要想完成一个快速稳定的对接 我们加油机的高度速度航向等飞行助援必须保持纹丝不动 这样才更加有利于受游机飞行员进行一个对接 所以说要想飞好这一型国之重器 更加的适应战场的需要 我们除了必须掌握大幅度的战术机动动作以外 在执行加油任务过程中 我们手里还必须得有会秀花的本领 好的 其实今天我的心情也是非常的激动 不仅因为今天是双十一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 而且还是因为我跟金剑是久别重逢 就是在两年前我就曾经坐过金剑驾驶的运20飞机去执行任务 那么这两年咱们两个虽然没有再见过面 但是我们从新闻上一直关注着我们运20和运游20的身影 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近几年20部队的航迹故事呢 这些年我们运20飞机上高原飞远海跨大洲 参加过和平使命国际军事比武竞赛等重大的中外演训活动 也执行过接运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 赴汤家空运救援物资等非战争军事行动 航迹已经遍布亚 飞 欧 大洋四大洲 可以说我们经受住了各种极难险重任务的考验 祖国需要我们飞到哪里 我们运20 运游20的航迹就可以拓展到哪里 也正如金剑所说 我们空军73年来 如今歼20 运20 运游20等一系列的先进武器装备 已经投入到了新时代练兵备战当中 那么你作为我们空军的一名飞船员 作为在我们空军部队飞行了十几年的飞船员 在今天这个特殊的节日 你现在的心情是怎么样 首先作为运游20的飞船员 我见证了空军转型建设跨越式发展 主战装备全面更新换代的非凡十年 身处这个伟大的时代 我非常珍爱这份幸运 更珍惜这份荣耀 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 我衷心地祝愿我们人民空军生日快乐 越飞越高 越飞越远 早日实现成为世界一流空军的建设目标 为祖国和人民撑起一片更加蔚蓝和安全的天空 好的 谢谢金剑 那么我也同时在这个日子里向你献上祝福 而且不光是向我们的航空兵献上祝福 我们也同时祝我们空军的雷达兵 地空导弹兵 空降兵 我们的机务官兵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向你们献上祝福 那么现在运游20飞机 我们的机务已经开始进行飞行前的准备了 金剑也就要回到它的驾驶舱 回到它的岗位上 我们期待今天金剑会给我们带来精彩的飞行表演 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好喝 好的 感谢笑语发自航展停机屏的介绍 确实这个空军生日的感觉已经出来了 那么今天我们的演播室也非常有幸请到了一位特殊的嘉宾 他也是歼10的飞行员 是八一飞行表演队的队员 欢迎杨树川做客我们蓝天盛会 那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主持人好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叫杨树川 来自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 我曾是歼10的飞行员 然后被选拔到八一表演队 我曾飞过高轿机轿八 还有歼七出轿六 确实你这么年轻 飞行时间有多长 我飞行总时间大概一千两百小时 我看到你刚才说这些内容的时候 整个人都带着满满的自豪感 那么今天也是人民空军73岁的生日 今天你有什么特殊的感想 跟我们分享一下 今天是我们空军73周年建军节 我在这里我感到非常的自豪 作为一名空军人 我能见证今天空军的装备的迅速发展 以及人员素质的快速提升 这是我非常自豪的地方 俗话说一枝独秀不是春 满源春色 然后百花放 没错说的特别棒 特别是看到你这么帅 坐在我们的演播室里 相信观众们 对你们飞行员这个群体 也是非常感兴趣的 我想知道 就特别大家 我想他们想知道的 和我内心深处的很多想法是一样的 怎么样成为一名优秀的空军飞行员 怎么样成为一名战斗机的飞行员 怎么样才能成为一名 八一飞行表演队的队员 主持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首先我是从高中选拔过来的 成长完一名飞行员 要经过严格的身体的选拔观 然后以及文化科的基础的理论观 当然这个身体的选拔观 我们大家就很好奇了 你们都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 这个特殊和常人相比 特殊在哪些地方 比如我们的势力有一定的要求 尤其是我们在进行进去空战的时候 要求你去牧师发现体积 要不然你没法进行进去支援 我们通俗的说一下 势力要达到多少 势力现在应该是5.0左右 5.0左右 那除了这个势力以外 还有别的一些要求呢 比如耳朵 然后还有一些 耳朵为什么会有一些特殊的一些要求呢 尤其是我们在做一些高空向下的激动的时候 它的气压变化比较大 如果你的耳朵耳膜功能不好的话 可能会压耳朵 我们经常做民航的人 就会感觉到有压耳朵的那种感觉 对 特别是在高度变化比较大的情况下 它能做一些特殊的一些动作的时候 对 如果我们做急剧的下降高度的时候 高空的压强它比较小 然后你人体适应之后 如果迅速到低空以后 压强变大之后 你的耳朵就会内线 如果你的耳朵功能不好的话 就有可能会导致耳朵击穿之类的 好的 我们的导播刚才通过耳机告诉我 我们今天的第一支飞行表演机队 正在飞进我们的航展中心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现场 好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今天中国航展的表演 大家通过画面 此刻看到的是来自空军猛飞训基地的J20飞机 那今天的11点11分 四架J20战机是以11队形飞抵我们的上空 飞行员是用他们高招的这个技战术表演 向人民空军建军73周年献礼 那今天陪同我们一起解说的 仍然是我们的军事专家 航空军事专家宋新枝老师 宋老师您好 您好 大家好 今天我们看到我们的导演 刚刚也是切了一个特别有深意的镜头 国旗带着我们的四架战机 今天J20这个明星战机将会带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动作呢 今天可能飞行动作要受到天气影响 我们今天这个天气应该算阴天 空中云量的按照空中气象的这个号码 今天应该属于10个云量 就是满天都是云 但这个云呢 有点云缝 有的地方还能看起来偏 对飞行影响的最大的主要是云底的高度 我们现在看来 这个云呢是由东向西再逐渐的飘 云底高大概是在几百米 如果是做垂直动作 飞机向上翻筋动很容易进云 但是做水平机动这个不受影响 那水平进云的时候 可能就要考验我们现场的这些摄像老师的这个功力 去捕捉飞飞机 对 现在这个J20的编队呢 叫做密集队型的零行队 现在我们也是看到它是飞离 我们的航展的这个中心是面向后 是像我们所有的观众像是一致敬一样 是一致敬 它是一个密集队型的编队转换 我们看每一架飞机的位置非常稳定 这个就是体现出飞员的密集编队的技能和水平 好 现在两侧的两架飞机转弯解散 然后前两天的那个表演呢 J20的两架转弯的飞机呢 会有一个转弯对飞 也可能呢直接就脱离编队友就发号了 我们现在看看它好像是要做转弯对飞 在我们的右先方 好 这很精简 这样拉伸 很快就穿那边立刻了 好 鲜鱼了 对 这是考验我们的摄像老师的时候到了 其实刚才整个这个J20这个对飞的时候 在我们上空声音特别大 所以我要尽量靠近宋老师一点 要不然我都听不清静的声音了 对 因为太响了 影响非常大 影响非常大 所以可想而知我们现场观众看的时候 它更过瘾 是吧 对对对 现在那个说题秘局面对 通过了中西大上风 我们看看会有什么样的动作 在这儿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一下 今天我们的四架J20战机是全部来自空军某飞训基地 这个基地也是成立了70多年 这么多年来也是一直在空军战斗里成长的高端和前沿 是空军第一支组织夜航训练的部队 第一支蓝军分队 第一支背靠祖国 放眼世界的部队 非常的厉害 我们的飞行员也是非常高超的一样一个技艺 所以在今天的整个航展过程当中 表演的过程中也是能够充分地给我们展示 第二个飞机的特性 对 一般空军的新型战机会在这个基地 进行检测性的视频 就是从各种复杂的高南科目到地面的维修使用 它都要编出一套飞机的飞行操作手册 和地面维护的手册 它不仅要会飞 而且要飞好飞出飞机的编辑性 而且要把怎么飞好 一些细致的一些规定都要总别出 变成一个操作手册 所以这个部队是既有实践经验 又有理论基础 是一个功力相当深厚的一个部队 现在我们看到这两家机是 它在做转弯 而这个转弯我们称之为八字 就是先转一个向左转 然后向右转 从水平观察看 它就飞了一个八字 水平的八字 这个叫八字转弯 应该说G20在本次航展上 也是给我们带来了诸多的惊喜 除了这些精彩的飞行表演动作 它也是第一次降落在本场 以往来过航展 但是它只是空中表演 然后起降都不在这里 所以这次我们所有的航空里面 也是近距离的看到了 我们国家最优秀的战机 对 它落地就展现它的着陆性 起飞就展现它的起飞性 所以这个是以往只在空中飞行 那是看不到的 这次来航展可以看到G20的起降 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享受我们的机会 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两家机 它仍然在双击密集地已经变队 还是一个八字转弯 它刚才右转过来 现在进入左转了 我们发现G20表演的时候 不会去拉彩烟 像这个红冰飞行表演队 它不会拉彩烟 那它的话 如果我们从观众的观赏角度来看 怎么去欣赏到它的好 它的精彩 首先第一条就是 它作为这种主力战机 它的那个部队的一般情况 它是不担负飞行表演任务的 但是像驻海航展这样的 特别情况之下 接受这个任务 它就要准备各种表演的方案 而根据当时的天气来选择 哪一套方案比较适合 你像前两天晴天 我们看它做垂直动作 非常好 现在双击仅算了 一架飞机在一旦上坐转 还有一架飞机就拉升 这个左转的飞机接着就右转 就是一个八度转 现在垂直上升 这个飞机已经进入云里 这个转弯的飞机呢 是我们听到这发动机的功名声 特别大 说明飞机开价力了 现在我们进入到非常精彩刺激的这个单机表演环境了 它做了一个慢滚 单机慢滚 然后继续进入右转 就是我们先入于飞机机头画了一个圈 然后做了一个360度的翻滚 连滚两圈 然后进入右转 现在又进入左转 我们看它做水平八字的这个转弯动作比较多 可能是今天天气的影响 整个的飞行表演 还是要跟随天气的情况 要跟随天气 多讨论 超级空气的家里盘旋 声音非常震动人 然后一般呢 就是作为内行的 在这个时候会掐表 掐表表看它 转180度360度 用多长时间 现在它做了一个上升转弯 然后再转下来以后 转入浮冲 下降号 一直是在我们的演播室的正前方 这个中央位置盘旋 看了家里之后 这个身更大了 真的 做了一个鞋的鞋的上升转弯 我们看它会不会进云 这个没有进云 这个更能翻过来了 这个是冲翻体现出 它的垂直机动性非常好 在做垂直机动转弯的时候 你这个筋头的半径翻的越小 就说明飞机机动比较好 在云体高速度 1.500米 它在400多米 就在云下就翻过来 这说明它就行得好 如果空中的棒 它直接一个跟头 就翻到云上去 你就看不见了 现在又做了一个斜筋动 这样的天井条件下 这么眼花缭乱动作 没有入云 这绝对说明 我们飞行员的技术非常好 然后国产五代战机的 这个性能也就非常好 性能也非常好 这样才能够完成 这样一个云下的筋动作 再次做横温 这个是连续的快温 好像在不停的摇摇 对 它那机头做横温 就是要画圈的 它有意地画的圈大一点 还是画得像锥子一样小 这个是完全看分圆的操纵 但是战术意义是不一样的 刚刚我们的导演 切出了一个镜头 包括带着地面 带着远处的这个小山包 能够看出来这样的一个位置关系 对 镜头出来了 对 真的很低 很低 我们看这个时候 拉起的时候 这个机翼上 会出现白色的旋徒 沃流 你看一间的那个沃流 两个一间都有沃流 进入了 这是怎么形成的这个沃流呢 它就是因为 它飞机过载非常大的时候 它一间气流的旋转会加强 架前后就扰动特别厉害 扰动厉害以后就把空气中的水气给凝结成雾 这个雾就形成白一样 它不是拉烟管喷出来的那个化学的配方的东西 在热气流当中形成的烟 它是扰动气流 扰动的 形成的雾 这个雾一般都是白小米 而且这个J20这个飞机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整个机身 前翼 主翼和机身 形成一个生理体 这个生理体表面 上表面都是漩涡的这种流场 那么这种流场就让我们看到 它过载拉得特别大的时候 整个机上边就扑一片白雾 就像有点蒸锅打开的那一瞬间 蒸馒头的时候一开锅 白气扑就都冒出来了 苏老师正跟我们做科普的时候 我们看到画面中西方的电话 它两架飞机集合变队了 这有可能是要有一个联合的表演 它们应该要表演双击科目了 刚刚这个单机这么目眩的这样一个表演过程当中 过载大概得有多少 这个作为歼20飞机来说 它的过载要比上一代战争机更大 一般飞机的射击过载 人能承受的就是八个过载 但是歼20这一代飞机 它要求在短时间能到九个过载 所以现在这个新一代的 最新这一代飞机 是要求能承受30秒钟的九个过载 这对于 这两架飞机放下起落架了 还开着着路灯 我们看一间的航行灯还在闪烁 这是要低空通常吗 今天会不会降落呢 我们看一看吧 是 今天的表演也确实受到了 今天这个云的这样的一个影响 所以它的表演 垂直动作做的少 对 应该是根据这样的一个调 天气的情况做了一个临时的调整 我们看到 这应该是一个低空的通常 对 小速度放行一下 有一点点变化了 这个时间解散 第二件飞机也转弯了 一号你转弯之后 二号你也转弯 这个是属于标准的加入航线的着路动作 那刚刚我们也是看到了 我们也看到 它现在转弯那个航线 就一转弯 二转弯 转到二转弯以后就 好的 那我们 我的力气它好像要落地 G20马上就要落地了 此时此刻我们看到 G20机队正在准备落地 那我们现在继续回到演播室 来和杨淑川接着聊 淑川结合我们刚才的表演 我们点评一下 今天G20的战机 这个四级编队变单机 再变双机 他们今天的飞行怎么样 我觉得今天的飞行非常精彩 它的动作每一个都很精彩 但是我觉得今天最精彩的地方 还在于 它要在这里中间 进行一个静态的展示 这充分说明了 我们这个空军的自信和自强 对 因为刚才 我们刚才我们在 我和你一起在观看的过程当中 特别是有一个单机飞行的时候 它有一个动作 是一个大仰角的一个跃升 当时离我们的演播室距离 也还其实有一段距离的 但是当时我们感觉到 基本都听不见对方说话了 要知道我们这个演播室的玻璃 是两厘厚的 大约是两厘米 所以现场的 轰鸣的这种感觉 让我觉得也体现了出 这种G20战机的 它的机动的特性 给我们来讲解一下 他们今天这个动作 从你的专业的角度来讲 你觉得有哪些动作 是最让你感到印象深刻的 好的 主持 您刚才讲的一个 单机大仰角跃升 确实非常精彩 那个动作 从我来看的话 我们大概看到 它以垂直的角度 拉起来了 是吧 对 而且当时它是双击解赛以后 单机拉起来的 说明它的底边速度 其实不是很大 在这种情况下 它能拉起来90度的阳角 说明这个飞机的 推动比非常非常好 然后它的气动特性也非常好 要不然不可能 做出来如此的动作 然后再一个 作为我个人来讲 我感觉它有一个 三次的水平横滚之后 然后接了一个斜金斗 然后快速的变向过来之后 又通场 通场之后 又来了一个 大概四次的跃升滚转 那个动作也是 非常漂亮的一套动作 它整个展示了 这个飞机的 在横滚的横侧操纵性 非常好 然后在三次的横滚之后 一般横滚之后 会有一些减速的 减速之后 还能快速地拉起来 做一个斜金斗 它做这个斜金斗之后 紧接着又做了一个变向 变向之后 又面对我们过来 做了一个通场 通场之后 它紧接着又做了一个 再次的 单机大仰脚越深 拉起来又做了一个四次半 你说的非常的专业 我真的有一点 虽然我们也听不太懂 但是也真的觉得 不明觉厉 觉得很厉害 那你们作为这个 表演的 表演队的队员 你们的各种 编队的飞行 难度是很大的 我们通常称之为 是在刀尖上跳舞 那么要完成 这么高难度的飞行 在日常的训练当中 你们要克服一些 什么样的困难 作为从战斗部队 到八一飞行美养队来之后 我觉得第一关要过的 就是一个心理关 虽然我们在部队 也做一些编队的训练 但是它不同于 八一飞行美养队 八一飞行美养队的编队 你也看到了 它是非常小的 它有它的专业性 就是你作为一个飞行员 接触这么小的队形 这么密集的队形 表演的时候 你的心理压力 是非常大的 那你最觉得 最危险的一次情况 是什么样的 跟我们介绍一下 作为编队来讲 那时候我学飞行的有一次 我感觉在编队的过程中 我要跟掌机稍微有点掉队 然后但是我感觉家里有门 然后就能上去结果 当时也是新飞行员 然后速度差没控制好 就感觉马上就要冲向了掌机 确实非常的危险 对 其实这很多的困难 是我们日常人平时意想不到的 所以我们总是在这个时候 我们也要祝你平安顺利 祝你和你的队友 还有所有的空军飞行员们 能够勇力战功 谢谢 感谢你收看我们今天的演播室 谢谢 谢谢主持人 稍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现场 此时此刻大家相信也已经看到了 在我们身后的八一飞行表演队 已经开始了他们精彩的表演 接下来我们就继续进入现场 等于雨下完成一个转弯 来等待第四架飞机 第四号机开始滑跑起飞 继续回到我们非常精彩的飞行表演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 那现在已经有四架飞机 表演飞机身上的空军 我们看到现在镜头里面 另外两架已经在跑到 最后两架 五号机六号机 已经准备 就选择跑到二十三起飞 今天苏老师他们是采用的是 三一二的这样一个队形起飞 一般是有两到三种方案 对 一般它都会有几种方案 这个起飞的这个编排 一般是依据是什么 它后面的表演是很无限联系 它那四架飞机先变成了个队 然后是两架起飞了 喷它起真快 它们起飞以后 我们就要做一个动作 你看这个是空军 先动了一个水上 在云下翻过来了 这个机动片也像的 上来先亮个绝火 对 但它不能晋云 晋云就看不见了 是 它在云下 现在正在右转 我们看到 今天这个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 是以六架飞机 将会给我们在本场做编队的一个飞行表演 那预计的表演时间呢 大概是三十分钟 八一飞行表演队也是我们航展的老朋友 看到今天在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日子 会有些什么样动作的 好 这个二飞行说是这个 对上去 另外那个五架飞机 就在我们面前 集合着 现在二飞行去追断面队 今天我们现场的观众 非常多 工作日 再加上那些精彩的飞行表演 然后我们现在这个全景镜头 切出来之后 就能看到这个行单影织的单机 向不断地向他的部队去靠拢的一个过程 继续去靠拢 对 他们是要组成一个编队来完成动作吗 对 他要组成一个标准的践行队 然后这个五号机队应该在整个编队的最右侧 最右侧排在最后 他要进入他的准确位置 而且要准确到位 不能够太出钱 也不能够太落后 我们现在看到通过这个队形 掌机和辽机的位置关系看得也是非常的清楚 对 看看今天在人民空军建军73周年 已经追上了 他转弯已经切上了 这个边队正在转弯中 好 现在我们看到了双视窗的右侧 是歼20 从滑跑落停下来的位置 他落地正在滑向停距位置 给我们印象最深的应该是在前面那块瞄准距玻璃 是绿色的 绿色的 瞄准距玻璃 这个叫颜色型的瞄准距玻璃 好 宋老师我们看到 现在八一边队的六级舰行队已经一场漂亮的队形拉着彩烟 通过了很好的分享 今天他们拉的这个彩烟是红黄蓝三种颜色 这个是空军军旗的颜色 他们今天也是引遇这种方式向人民空军建军73周年献礼 这样一个特别的生日礼物是在空中拿战机做画笔 转弯了 对境保持的挺好 我们看到现在这边歼20我们也兼顾一下 他这个座舱的这个舱盖打开了 今天是一位飞行员坐在里面是吧 应该是 单机 单机 然后刚刚宋老师说的他前面的这个绿色玻璃的这个细节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个是一个高技术的材料 对 然后包括现在我们镜头里看到非常清楚 他的这个机翼的几块板的不同的延展度也能看到 对 飞行员要下来了 应该是在我们地面工作人员的帮助下 对 好 看看歼20我们再看看八一飞行标准 对 他们已经换了一个队形 一个六级组成一个六边形 有点像个钻石吧 再次拉烟 看看今天 确实今天也是 标准庆祝的一个日子 感觉八一飞行标准的一上了 也是多次用这种拉烟的方便 但是没有做成这样 哇 这大七圈啊 哎 上去了 还在转圈 对 八一飞行标准的一上了 这一飞行表演员成立60多年来 它是也是先后装备过六种机型 在2009年的时候是正式换装国产的 坚石战机 就是他们现在的 对 之后进行了这种 涂装 是现在这样的一个呈现 对 蓝色 白色 还有红色 红色 对 所以在很多表演的时候 他们也 拉烟的颜色也经常和他们 机身上的这个涂装是吻合的 对 但是今天刚刚我们看到的是 红色黄色蓝色 这三个颜色是空军 军旗的颜色 嗯 我们看看他们现在这个六级编队 变幻队形 从六编形的一个队形 现在变成一个三角形的 蝎形队 蝎形队 就是这样一个尖的队形 嗯 这也是一个最标准 最常用的一种表演队形 嗯 看看他们下一个动作 将会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惊喜 应该说八一飞行表演队的动作 他们的这种精彩的程度 应该是在国际上的表演队当中 都是 都是 数得着的 绝对是第一梯队 第一梯队 好 再次拉烟 通常 好 这个动作的幅度感觉更大 画了个大圈 能看这个轨迹 拉烟的这个轨迹 嗯 因为一直拉这样 所以你看它这个圆圈画的很漂亮 嗯 这个拉烟除了观赏性强 更多的是让我们的观众能够看到飞机的飞行轨迹 因为它速度很快 对 有这个烟 你可以慢慢地看它拖着尾巴 像一个鱼一样 对 现在再次转弯了 它把这个圈画圆了 画圆了 和上 三百六十度的 三百六十度的合上 对 这个是有设计的 这个你看彩色圈又形成的很完美 对 嗯 这个拉烟的话 是专门在我们这个飞机上面有一个按钮吗 就要拉烟的人按一下 对 怎么喷出来的 有一个操纵的一个装置 装置 它是这个带着一个发烟罐的那个 就我们那家飞机 拉来一下 就是拉来一下 拉过来 就看怎么给你配 好好好 配那个罐是装的什么化学 湿机 那你拉出来就是 它那个管打开以后 有一个管专门伸到 发到你尾喷口的那个热气流里 嗯 它一出来以后 就碰到这个 几百度的这个尾喷流 就立刻就 成气态 哦 液体就成气态 气态以后呢 就和这个热气流的这个反应之下 就形成不同的烟 有的就是红的 有的就是蓝的 有的就是黄的 嗯 这个烟呢 也是一个咱们自己 空军自己和地方协作 研制生产成功的一个 哦 八一表演队的这个拉烟的这个 试剂 是自己的有知识产权的 这样一种 咱们说研发产品 嗯 而且它发烟的这个浓度 特别好 色彩特别鲜艳 鲜艳 对 嗯 现在我们看到通过全景 也是看到哈 在珠海上空 整个和城市的这样的一个景观 嗯 对 看到 他们现在这六架飞机 拉开了尖隔距离 对 尖隔距离 尖隔距离太大了 他也要做同时横滚 哦 漂亮 同时横滚 嗯 这个难度也是非常大的 这个难度是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 难度比较大的一个动作 和一个科目 嗯 主要是这个 这个做横滚的时候 飞机总会画圈 嗯 你如果不同步 不是同时起画圈 有的 那么你 晚了那个 就可能和别人发生冲突 嗯 就有危险接应的 嗯 另外的话呢 就是动作 有的人画圈大 有的人画圈小 也不行 所以动作要非常一致 而且 开始动作的时间 要听掌机的口令 同时开始动 啊 掌机 嗯 这个口令下达 也是非常讲究 对 要注意听掌机口令 对 翻一下 大家一起同 对 就是不能有丝毫的迟疑 有人早有人晚 那看着就很不好看了 这个确实是 这个真的 而且有危险 对 我也会 这个 危机安全 是 光听宋老师说 就感觉这个 时机不好拿捏 对 所以肯定是需要 我们的这个飞行员 他们在日常大量的 这个常年累月的这种训练 对 磨合 协同 就打磨出来的这些多数 三级一起坐横滚 三级四级慢慢增加 因为你这个编队的飞机越多 它互相影响和制约的这个因素就越多 确实是 现在我们看到是在 应该是左侧 是吧 正前方 正前方 正前方过来了 这是要做双根 五六号级做交叉对飞 然后四级做零军队拉起 好 转了 漂亮 漂亮 那蓝眼的这两架飞机接着会对向跑道转弯 各自向跑道转弯 然后形成一个双击的对飞 对飞 我们赶紧锁定一下 我们只要盯住一架看 因为两边同时看 有点难度 对 盯住一架看 只要看他一拉烟 那就说明已经形成对飞的态势了 拉烟了 您提示的这个出来了 拉烟了 马上就要进入双击对飞的一个状态 对 看看 调整个分泛 好 交叉通过 这个相对速度非常高 对对对 这个时候一般都是500多的飞行速度 双击对飞就是相对速度到1000以上 他们关键的是 尽管是双击对飞看起来非常惊险 但是 双方是一人把这跑到的一个边 内侧的高度稍微低一点 这样我们从地面看 觉得它是同一高度 双方各把这个边就保证不会相撞 好 我们看到四级编队 现在四级编队 这是一个正常型队性 这也是比较少见的 十一岛型 你看一下今天两个一 对 也是今天和这个日子吻合 和刚刚我们 对 今天是11月11号 对 现在变成零星队 这也是四级密集队 最常用的一种队性 零星队 对 现在对飞那两架飞机已经结合上了 双击编队 双击编队 我们看看要做什么动作 在我们左边 已经对向跑道方向飞过来了 在此拉着蓝烟 拉着蓝烟 这个要求后面的飞机的速度大 但是又不能充填 这个拿捏尺度的拿捏也是非常关键 看起来就像一个人拿着彩面在空中捂那个 彩虫子 彩虫子 彩虫舞一样 对 看那个彩烟结束之后的那个样子和状态就能看出来了 今天我们也是看到整个我们的表演过程中 我们的飞行员他们精湛的记忆 还有就是把这个装备的这个坚实飞机的这个先进的性能展示的非常的充分 对 这个单机 从右边 拉着蓝烟 可以过来 然后做稳稳动作 连续的横滚 您看他刚才做了这么多剧烈的横滚的这个动作 飞行员此刻坐在这个坐舱这个位置 应该叫什么比较专业的说吧 束缚带应该把它们捆得很紧吧 身体不会晃动吧 其实安全带一样 它是那个两个肩带是这样 这样扣 很紧很紧 也不能太紧 就以他自己舒适为止 这个是必须要做到安全措施之一 他们在做这些激烈的大动作的时候 身体晃动的幅度会大吗 不会大 不会太大 但是才也不能让自己觉得很累的话 喘不上气 那也不行 好的 我们今天的这个八一飞行表演队也是给我们带来了非常精彩的表演 相信大家在我们演播室的信号当中依然能够听到窗外八一飞行表演队战机轰鸣的声音 此时此刻八一飞行表演队正在进行航展上的表演 那么今天呢我们的演播室还请到了另外的一位重量级的嘉宾 他也是曾经的八一飞行表演队的队员 是空军特级飞行员也是在这几天担任中国航展解说嘉宾的张锡民先生 陈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 看了这几天的表演啊 特别是今天八一飞行表演队非常精彩的表演 你来给我们点评一下他们的飞行怎么样 八一编队呢 这个在珠海啊 来了很多次了 但是每次都有不一样的感觉 尤其这一次呢 这个今天阵风这个空军呢 成立73周年的这个生日 他们这个更意气风发了啊 更意气风发了 刚才也看到了正在 现在还正在表演的过程中 那么说呢 这个四级的这个横滚啊 这个六级的这个横滚 包括这个四级的横队 包括双级的绕舟飞行 这都是难度很高的动作 那么今天呢 都以展现给现场的观众 我们也看到您是在1976年 入伍的1979年加入到 八一飞行表演队 所以说在您漫长的飞行生涯当中 一定经历过很多的飞行的 经典的时刻 有什么特殊的经历 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那好 这个八一队呢 这个历一代冠兵啊 都本着这个祖国荣誉高于一切 现实飞行表演事业 一代的冠兵前不过去呢 来做这么一个代表国家形象 军队形象的这么一个窗口 去反映我们的装备 去反映我们的文明知识 向世界呢 这个敞开了心扉 做了一个非战斗机的和平的时日 对 那么说呢 在这个表演的过程中啊 表演队呢 要求是非常严格 我们这个老一辈的革命家呢 国家领导人呢 也给我们发了很多这个教导 是吧 包括国家大理啊 万无一失啊 是吧 每一次成功的表演 就相当打掉一架低机 对我们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您是从七八十年代 从中国加入到人民空军 一路走来 那么特别是在今年的航展上啊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新型装备 在航展上亮相 包括像20系列 包括轰6K挂弹 包括像中程辽机也亮相了 特别我们还注意到呢 国防部的新闻发言人 谭克飞大孝 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 他说运20成为了人民空军 奋飞强军的重要标志 你怎么来理解这句话 怎么来理解在航展上展示出的最新的装备 这个随着尤其是近十年 我们航空工业的发展啊 这个制造啊 我们自己制造这个大运啊 这个有了这个大块头啊 我们就能完成远程的战略战略的投送啊 包括这个人员 包括这一些重装备 包括坦克啊 包括装甲车辆啊 甚至包括这个武装征程机 都可以通过这个运20呢 送往前线 特别是我们可以看到 在我们身后的这个停机坪上啊 停放了很多的国产的大飞机 国产的空军的一些飞机 还有一些国产的地面装备 那么作为参加了这么多件航展的一个老空军飞行员 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我感到我这个学飞行学得太早了 这个没有赶上这个这个新锐战绩的这个时代啊 如果我今天还要 要是能飞的话 我真想不坐在这 我真想去现场去飞这个新锐的战绩啊 逐梦蓝天的这次雄心 我这个虽然我有很多年不飞了 但是我的现在包括这个飞行的摩托器啊 我都在始终宝射当中 那么说这个有了这些装备 我们空军我们飞行员更有底气 更有信心 您一路走来 您印象最深的一次飞行的经历是哪一次 这个在这个第二届航展上 我们巴尼队是第一次参加 第二届航展是哪一年 是1998年 98年 当时呢 包括这一次我们巴尼编队的现任队员啊 在这个提前适应性训练的时候啊 这个天气也不是很好啊 也不是好 但是他们就很勇猛 上去照样去飞 但是我们在98年的时候呢 天气就是这个地方属于这个海比较浅 比较浅呢 就是这个海天线啊 就不明显啊 我们这个上去试飞的过程中啊 就是这个飞机啊 就拿不稳啊 就是状态呢 不是靠仪表 我们编队的飞行员 除了掌机看仪表啊 其他了解啊 你只要是发动机的声音正常 你是不愿意低头看坐舱的 但是这个飞机这个 真的颠簸 就是驾驭起来不是那么得心一手 这个下了以后啊 我说在珠海航展这一个环境当中 尤其在天气不是太好情况下 我们飞的不是技术 我们飞的是心态 那么今天呢 是人民空军73岁的生日 今天有什么想对空军说的吗 哎呀 今天这个我也特别兴奋 晚上也没睡着觉 是吧 这个我人民空军一路走来啊 这个从战火中诞生 在战斗中成长 那么从这个弱到强 这个现在发展的是非常好了 那如果让您用一句话 来总结您今天的心情 你怎么来说 这个我要祝愿人民空军呢 高飞远航 制胜空天 早日 跨境啊 甚至完成这个世界 遗留空军的这个愿望 非常感谢张先生啊 特别是从我们刚才 从杨树川到您的身上 我们看到了中国空军的传承 在这里呢 我们要向所有的空军指战员致敬 祝你们生日快乐 谢谢 谢谢 从地面的盘山起步 到空中震翅高飞 从单一兵种作战 到多兵机种体系对抗 从国土防空到空天一体攻防兼备 走过73年光辉历程的人民空军 依旧在搏击空天 奋飞竹梦 今天我们在中国航展上 见证了人民空军的力量 让我们致敬人民空军 祝你生日快乐 感谢各位收看 第14届中国航展特别节目 蓝天盛会 明天的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